嗨,大家好,我是坦平书,带你聊天真正的中国 今天咱们聊一聊,叫90后劝山交易员月入8万元 这么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这两天在晚上也是非常热闹 继这个周杰,就是江西南昌的那个光二代周杰之后 又是一个关于收入,又是一个炫富的话题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说的是这个中金公司,就是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他的一个交易员,这个交易员的媳妇在微博上发了一个证明 这个证明,大家看一下图片啊,是中金公司开出了这个收入证明 证明这个交易员呢,月均收入为人民币8万2500元 特此证明,然后呢,这个交易员的老婆啊 这个小媳妇啊,还配了个文字,是吧 93年老公的收入水平,所以呢,算是婚后财产吗? 这个给人感觉就是在炫富 但是我一看这个收入证明啊,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应该他是买房,只有买房的时候 别人会要你的这个收入证明啊 银行会要这个,给你犯贷款呢 还有一个时候,什么时候要收入证明呢? 好像是那个出国 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好像是提供过收入证明的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啊 一般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你提供收入证明的 所以这个交易员有可能是要买房 单位就给他开了个收入证明 签不该忘不该啊,就是他媳妇啊,把这个收入证明晒到网上来了 这个一下就激起了千层浪 据说啊,单天晚上,中金公司连夜开会 人力资源部就宣布啊,把这个交易员给辞退了 这个处分很严厉啊 中金公司,你想进去很难的 所以今天啊,我就聊一聊这个 这个券商啊,交易员以及择业选择行业这个相关话题 还有炫富 首先一个啊,这个中国国际金融股份严股公司 中金公司,它是国企啊 实际上它就是券商嘛,投行 大家知道啊,在中国 券商投行都是国企或者是国企控股 只是垄断 你想干,也干不了 但是部分小的券商也有这个民营的了 那都是小的 你看国字头戴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严股公司 那这个绝对妥妥的,百分之百的是国企 至于它的大股东,我没查 不是财政部,就是国资委 或者是中投公司啊 类似这样的一个机构 百分之百持股 那这样的公司啊 它的员工工资八万一个月 首先不说高不高啊 它到底合理不合理 有没有道理 据说啊,就这个八万一个月 那也是中金公司多次降薪之后 降到八万多的 那去年前年可能是十几万 由于这些券商的员工收入太高啊 评仲工资太高 这个证监会啊 多次发文 要求券商把工资调到合理水平 那个意思就是要闷声发大财 不要炫耀 你工资可以低一点吗 其他的福利多一点 大概就这意思 连工资高的 连证监会的看不下去了 这个事情分两说啊 如果你是个民营企业 你工资高那是应该的 你哪怕给人员工发一百万一个月 那都行 你人家凭本事挣钱 但是都是国企来说 是不行的 国企你拿的是国家的资源呢 是垄断的 谁脑袋上能顶个中国两个字啊 跟红瞄正的央企 虽然你是金融行业 你要跟这个华尔街 跟摩根 跟什么高盛对标 可以 对吧 你业务上可以对标 收入上可以对标 但是你的员工工资 不能照办照照 因为性质不一样 我刚才说了 如果你中金公司是个私人公司 那你给员工发八十万一个月都可以 中金公司啊连续两年调工资啊 调到八万多 那说明他以前工资更高啊 所以这是第一点 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你央企国企作为一个垄断企业 作为有特权的 有国家背书的企业 你的工资是要可以适当的市场化 但是不能太过 那比如说银行也是的 你要工行建行 这些大的银行 他们的工资水平可能都不低 因为他们每年利润赚的多啊 都是垄断的 所以啊这是国企尤其是垄断性的国企 这个员工工资待遇这是个问题 如何让它既合理 既符合市场的某些规律 接近市场化 又得要跟这个其他的平中工资 不能脱节太多 因为他们这个平台 这个企业赚钱 不全是他的能力 是有国家资源在里面的 那这国家资源创造的利润 不能被某些个人 全部吃干扎净 所以这也是第一点 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地方 第二点呢 就是时机啊 为什么说时机呢 现在经济下行 整个市场啊 就业市场不容乐观 那怎么这么说呢 你看互联网企业受打击 流量见顶 收入也在下降 所以很多互联网头部企业啊 平台企业都在猜源 都在收缩 连华为这样的也在猜源 在收缩 这个放在十年前 你要晒你八万块钱一个月 券商啊 没有人太在乎 至少不会引起现在这么大的一个反响 因为那个时候啊 交易员一个月拿八万 一年拿一百万 没有人太多人羡慕啊 大家是羡慕 但是不会太多的 人家更多的羡慕那些在花围上班的 一年工资到手一百万 股票奖励期权可能还有一百万 而且年年比一年多 那个腾讯每年工资发完了到年底分红 对吧 发股票奖励 一个人一发就几十万 这不比这个交易员赚的多多多吗 这只是一个交易员呢 所以搁以前呢 大家根本就不羡慕 跟他们让什么嫉妒恨 但是现在不行了 大家想一想 现在这个很多总监副总监 本来要提总监的 结果呢 都被裁掉了 岗位都没有了 比如说年一百万了 年一万都拿不到了 再去找工作啊 高不成低不就 还很难找着 这样的人大量的存在 因为整个互联网行业 它是在收缩的 然后你看房地产企业也在收缩 以前房地产企业好歹你说 要是负责销售的一个总监 估计一年挣个百万也不难 但是现在都没有了 教培行业 那提供百万年薪的岗位 也不会少的 那些做销售的 做推广的 但是现在也没有了 因为这些高薪的岗位 全部压缩掉了 把这个交易员的 一年一百万的收入 就给他显现出来了 显得那么扎眼 所以啊 这个交易员的媳妇啊 把他这个八万多的月薪 亮出来之后 网上就炸锅了 一个三十岁的交易员 一个月居然赚八万 哪个了得啊 凭什么挣那么多啊 所以就激起民愤呢 我现在工作的没有了 都没收入了 凭什么一个三十岁的交易员 就能拿八万一个月啊 他干了啥呀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道理 隔几年前啊 经济发展好的时候 根本没人关心 甚至大家啊 可能还攀比 说我并定拿的还多呢 我把年终奖晒出来 就是一百万 就跟别说工资了 所以说这个媳妇啊 搞错了时机啊 不分青红皂白 炫错了时候 连累了他老公啊 据说啊这个女的 她也是一个 券商的上班的员工 估计她工资也不会太差 三十万肯定是有的 结果这回老公被辞掉了 我想她很难在 券商里面再找个工作了 乐极生悲啊 本来想炫一下 结果炫掉坑里去了 这个也告诫咱们啊 很多粉丝啊 如果你的收入还可以 这个时候啊 千万不要炫 要闷声发大财 因为你拿出来 你觉得不多 但是你有可能 深深的刺痛了一部分人 因为你不知道啊 很多人都失业了 很多人根本找不到工作 很多人马上就要失业 然后你说我工资在四万 我先少 人家就觉得 你这个就是啊 凡尔赛 你这是气人的 所以啊 大家要低调 为什么说中金公司 他这个交易员 年薪一百万吧 你说合理不合理呢 我来举个例子 我的侄子啊 亲侄子啊 大哥家的孩子 他本科考的是 大连的一个什么学校 学的是自动化 他本科填志愿的时候 我没有参与 他那个成绩啊 到北京上学的话 反正就找不到 什么好的学校 所以他就选了大连 自己选了一个自动化 那个时候可能自动化 还比较吃香 大概他大三大四的时候啊 我就跟他聊过了 我说你不要找工作 你啊 准备考研 考哪呢 考到北京 考什么学校呢 就考清华北大 考什么专业呢 就考金融相关的 这就是我给他的建议 他听进去了 你看本科学的是自动化啊 然后他就考北大的金融系 什么专业 我没记住啊 第一年没考上 第二年 他到北京 专门在北大租了一个房子 住在北大复习 他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 那毕业之后的去了哪里呢 就去了券商 在中国排名第三的一个券商 他现在呢 是个基金经理 手上管着几个亿的一个基金 也是刚升上经理的 他是负责下单子 下指令 就是买哪只股票 卖哪只股票啊 然后由交易员去交易 这个交易员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年薪八万的 这是交易员 我侄子是基金经理 他就是我建议的 他本来是学自动化的 以后不知道去哪个厂里打工 上班 他就是听了我的建议 但是他能吃苦啊 他考了两年 改专业 考上北大的研究生 那作为一个基金经理 他的收入不光是基本工资啊 还有这个奖金 绩效 就是你管理着这个基金 收益怎么样 所以他如果赚的多的话 效益好的话 那肯定是年薪几百万 效益不好 反正年薪也是几十万 他就是典型的农村出来的 没有任何门路 和没有任何资源 没有任何后台 他就是我大哥孩子 他唯一的就是靠自己努力 去年我又给他一个建议 我说你做基金经理 你管理基金 那是你的工作职务 如果你自己本人要炒股 或者投资的话 千万不要用杠杆 我说你记住这句话就行了 用杠杆 好的时候 你就是快马加鞭嘛 但是一让赶上 经济不好的时候 可能让你跳楼 所以我说你个人投资 不要加任何杠杆 这是比较积极 稳妥 保守一点的策略 钱是挣不完的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多少风光的人物啊 成也是杠杆 败也是杠杆 最后都跳楼啊 例子太多了 利用杠杆赢的 最后都死在杠杆上面 许老板算不算 孙无名 这例子比比皆是 我还认识几个人 他赶上那个行情好 是炒股 然后就配资嘛 也能赚个几千万 结果股灾一来啊 统统的就清零了 有多少钱赔干净 以前赚的钱 赔完了不算 自己的房子还搭在里面 整个的清零 还有负债 你别想翻身了 就是行情来了 你也翻不了身了 因为你没本钱了 我都认识好几个这样的人 所以我给他的忠告啊 就是你自己炒股 自己投资 不要加任何杠杆 你不加杠杆 你摔倒了 还能爬起来 加了杠杆 摔倒了 你根本就爬不起来 你加杠杆赚钱的时候 是很风光 但是呢 没有一个人 能把这个风光保留的长久 都是昙花一现 我还有个外甥 就是我姐的孩子 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 他学的是什么呢 学的是 好像是桥梁设计 也是在我的建议之下 我让他考清华 或者北大的研究生 选金融 结果他考了一点没考上 考了第二年 离这个北大还差一分 还是差两分 最后他选了天大 天大也不错 不过他是硕博直读的 硕士还没毕业 老师就让他读博士 你看钱都不错 所以啊 你本科 选择哪个学校 学的什么专业 不重要 想到你第一步没走对 但是你后面还可以改 通过上研究生啊 你可以调整 我给我两个子职啊 建议的时候 我给他讲的道理 就这么个道理 我说有这么多行业 这么多岗位 虽然说行业岗位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扫地就是扫地的钱 清洁工 你的工资到头就那么多 哪个行业工资高呢 金融啊 我说金融行业 没有说什么样的人不让考 什么样的人不让你干金融 没有啊 那为什么不选呢 本科不是怕什么呢 你可以改啊 他们都是听了我这话 通过自己努力 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随便在什么企业上班 制造业 哪怕你在芯片企业上班 一个月拿八万都很难 只有金融行业可以 当然以前互联网行业也可以 现在不行了 那我为什么给他这个建议呢 是因为我通过这么能量的工作 我跟金融行业打交道非常多 金融行业赚钱太容易了 他是拿钱去赚钱的 离钱最近 是拿钱去赚钱 那不像其他的行业 比如那新托公司 他还帮你募集五个亿的新托资金 他只要拿一个点的汇扣啊 那就是五百万呢 他干了啥吗 他啥也没干 只是牵线大桥 钱是投资人的钱 一份一份卖出去的 你这项目本来有缺钱 他只要把里面的这个交易结构啊 做好 把这封控做好 新托公司能过会就行了 然后大家一起分钱呢 这卖新托的也赚这个销售费用 那你就赚中间的提成啊 五个亿给你提一个点 不就五百万吗 一年发两支 那你就赚一千万呢 这赚钱太容易了 所以说啊 这些金融行业高薪呢 你没有办法 但是我是反对国企高薪的 因为你拿的是国家的资源 你不像那些私募 人家凭自己的能力 凭自己的这个影响力 去忽悠了 对吧 把钱忽悠来了 去投资 人家担风险 你是纯粹拿着国家的信誉去做 你挣这么多 那一点过分 金融行业的人拿的高薪 但实际上他干的活儿啊 并不见得比其他行业的人 干的多干的好 并不见得就比其他行业的人付出的多 但是他工资就是高 你没有办法 所以啊 咱们一方面啊 要批评批判这种炫富的行为 但是你不能否认 这个金融行业里面 高薪这个现象 它是客观存在的 它是现实 所以啊 你有条件 你就应该进这两行业啊 为什么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呢 因为没人不让你去 你得考啊 所以批评归批评 但是我们择业 选什么的行业 一定要擦脸眼睛 现在各行各业都不赚钱 利润都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只有银行 金融行业还在赚钱 你看看这个半年报啊 这些银行 这些圈商的半年报 那都是亮瞎大家的眼睛呢 都是20% 30%的在增长 这可是在疫情情况下 各行各业都是停滞啊 都是在亏损 但是银行照赚 现在金融行业 已经靠自觉来献心了 拿多了不好意思 因为跟别的行业 比别的行业 人家的降薪裁员 你们还拿这么多钱 有点不合适了 有点这个容易 激起别人仇富心理 所以啊 你们也自觉一点 把工资降一降 或者是把它处理一下 显得工资不高 但是待遇非常好 所以说啊 如果大家有亲戚朋友 有下一代 马上高考了 选什么专业 什么学校 我觉得值得参考 就是兴趣这一块 当然重要 但是如果你要从实际出发 从以后的收入 发展空间 那你肯定要看 未来哪个行业 提供的高薪工作的机会多 哪个行业 可能会有个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一个蓬勃发展 这行业的发展 你只要在这行业里面 那你就占关了 不是你多厉害啊 是这行业的发展 你是水涨崇高 事半功倍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说 那你说未来五年 就是五年以后 什么行业会是 蓬勃发展 高速发展 会提供高薪 这个是众硕纷 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但是不管你说哪个行业 金融一定是其中的之一 肯定有金融行业 所以呢 保险期间 显金融 不会错 有的人说生物制药 有的人说AI 有的人说这个 说那个芯片 对吧 等等都有可能 但是你要说这个 长期繁荣 或者是繁荣的时间 长一点的行业 那可能还是金融 其他的行业可能会昙花一现 有那么五年十年的 高速发展时期 就不行了 各领风骚三五年吧 但是金融行业 可能会相对比较长 但是现在金融行业 卷的比较厉害 各行各业都会卷 所以金融行业 不能例外 也要卷起来 那你为了应对 金融行业的卷 那你就得分布实施啊 就是本科 我靠哪个学校 然后严谨生 靠哪个学校 选金融 关这个还不行 你还要考博士 选哪个老师 跟着哪个老师 就读博士 这很重要啊 最后啊 我们肯定是不提倡 或者是批评这种 炫富的行为 我们也批评这种 国企垄断企业 它里面的高薪 这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们要积极认清楚 高薪行业 我们要想办法 进入这个行业去发展 你自己不努力 不去选这些高薪行业 然后就是 看人家拿的工资高 眼红 进而仇富 这是没有道理的 好 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